新相機 音樂太大聲了 我覺得我是不是成現在可以補個廠 這個是相機直擊的嗎 對就是我那時候是買這個套組 所以才兩萬出頭 因為單機 如果單機的話就只有 一萬九千多就買得到了 就兩萬以內但加這個的話 又有多一顆電池又有這個手把 兩萬三千多它的專屬手把有什麼 比較特別功能啊就是操控啊 就是可以 那一般的不能這樣操控嗎 我是不知道啦但是 這就可以拍照錄影 就說一個打轉彎 那就是 在三百公尺處 岔路處繼續靠右 耶我又來到台中了 來找男友 那現在其實已經是下午的時間 因為剛剛陪他去 朋友的聚會 那我們現在要前往那個旅店了 然後這一次也是很隨心的 幾乎就是這兩三天的 我們兩個的約會旅遊的vlog 對 好啦那影片開始提醒大家 如果想看到更多新品美妝開箱直播旅遊 傳達分享記得去追蹤我的 Instagram 好啦那我們就先去飯店囉 你也想當王妹是不是 我沒想當王妹是不是 欸很不錯欸 很不錯欸 欸再想看到很多是的 我們是公共舞台的部分 那你自己的話在這邊呢 喔好 耶我現在已經來到我們這次住的旅店了 叫做C型旅 那這次這支飯店的介紹影片啊 入住心得啊 以及他用房的感受度等等的 我會另外拍成一支影片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再去看那支影片的介紹喔 那邊是我們的房間 喔對那邊是我們的房間 所以他可以從這裡拍出來 效果應該蠻不錯的 然後他會住住房 Bye Bye 在嗨啊 水都滿了 為什麼我弄不好 他怎麼 等一下 我好像有點障礙 OK 好的走吧 結果房間太舒服了 我們就一路待到 要吃晚餐了 然後現在呢 要前往吃鬼 那不說剛剛其實也做蠻多事情的 因為我拍了傳達 拍了房間的介紹 然後還去頂樓晃了一下 對 時間過好快 肚子餓了 吃晚餐 cres餐 百分之餐 百分之餐 經過 吃夜的 兩口就沒了 兩口這個就沒了 傻眼 就沒了 剛剛原本不是說要去吃 那個炙鬼牛排 然後為什麼會變成 就是吃日式料理 其實有一個小差距 就是因為剛剛 炙鬼人真的太多太多了 我們去的時候大概七 快七點 然後前面還有十六組在等 然後我男友之後要上課 所以他沒有辦法等那十六組 然後因為我是一個對吃非常 執著的人 然後原本今天計畫就是想吃牛排 然後那時候我也問過我男友說 要不要先定位 我怕人很多嘛 其實我的習慣是不管這間餐廳 人多或人少都要定位 結果呢 他忘了今天是假日 他平日跟家裡有人去吃的時候 都是不用定位 他很快又可以吃到 結果忘記今天是假日了 結果結果就吃不到 然後我們就有點小生氣 然後我們就有點小吵架 那最後呢就是折衷我就是想到就是日式 我也覺得OK 所以我們就改去吃日式料理 所以呢這一點就告訴大家就是 其實不管任何餐廳 只要安排好能定位 就先定位 好啦那今天其實差不多結束了 那這種旅遊vlog其實蠻瑣碎啦 就是我們的日常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種感覺的呢 好啦蠻輕鬆的 那我們就期待明天見囉 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了 現在是早上的 8點半 因為他們說 差不多 9點半人就會很多 要我們早一點去騎 欸你拿下要爽的 你的頭髮真的很好吃 去吃早餐 晚安 你醒了嗎 我會不會整理 頭髮我會很整張 我會不整理 哇 你太高了 你真的太高了 你要站那麼遠洗頭 那我要再來 這個會不會很可愛 反正你等一下洗頭就對了 要把頭髮放一層嗎 會不會 會不會 有 我應該跟她 借個浴袍 對 對 現在是差不多下午的一點半多 我們來到這一間YOLO moment YOLO新美式的一間餐廳 然後是位在台中 好然後為什麼是這個時間來呢 主要是因為剛剛其實中午原本就要來這裡 然後又發生一個小插曲 男友呢他忘記他跟別人有約吃飯了 這一趟下來是怎麼樣 就是男友惹毛愛麗絲日記嗎 就整個就是大惹毛 我就是原本我已經安排好我要中午要吃這一間了 結果現在你知道嗎 就陪著他去跟他就是朋友吃飯 然後我現在就吃不太下了 等一下拍給大家看我們點了什麼很好吃的東西 但還好他吃得下 我就點吃得下的份量 就是這個人 他在幫我拍毛美照 但他害我吃不下 就是 就是你 就是你 可惡 可惡 但等一下要吃完喔 你吃得完齁 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傳達 今天 All by Where to eat 有沒有 今天是一個 很美式風格的辣妹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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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謝謝 很會拍 忘了大破音 怎樣 我怕要大流汗欸 你看現在 外面好熱 我拍到整個大流汗 都是汗 口紅還沾到脖子 你看我的額頭 你看我的額頭 欸有沒有看到有沒有看到 好 我們的餐點已經上桌了 帶大家去看一下 你也喜歡拍美食王美照啊 對 是不是 好吃嗎 這肉好吃嗎 你要餵我吃一口嗎 你要餵我吃一口嗎 它是用酥皮做的肉 我想吃那些烤的蔬菜 我們吃飽了 吃超級超級無敵霹靂飽 我肚子快炸了 但是好吃好吃 然後現在要回飯店了 因為我覺得外面很熱 我現在來台東的行程 差不多都變成這樣子 就是 就是 飯店 然後 會去一個地方 跑點 然後就這樣 這樣紅燈亮 就代表這樣錄影的意思嗎 其實我現在來台東的行程 基本上就會變成 飯店 然後 再去一個咖啡廳 跑一個點 就差不多就這樣 因為 一直在外面 夏天也很熱 好我現在要做我的 專屬步步回飯店 等一下 等一下 好吧 我們離開的時候 請他幫我們換 就是毛巾跟補一些衛生紙 但整個 後面 好整齊喔 而且這是有噴香香的什麼東西 我覺得 我的體味 我剛剛只不過去 便便一下 他就睡著了 就睡著 欸 要拍影片了 這樣畫面應該可以吧 但是 但是就沒有很 很亮很白的感覺 因為天氣外面 變差了 我們晚餐要去吃 清景澤 然後因為就是在飯店附近而已 騎個車架就到了 穿得很輕便 所以 今天是平日喔 大家有沒有看到 外面排 超級多人 所以呢 如果要來吃清景澤 一定要記得 提早先定位 因為 因為我跟男友都不想吃火鍋料 所以我都把我們的那個 菜盤火鍋料 換成青菜 他就換了 高麗菜給我們 好餓喔 肉什麼時候才來 想吃肉 大家高麗菜喜歡吃 爛的還是脆的 我個人喜歡吃爛爛的 我們吃飽了 然後 要離開清景澤了 我只能說 餓餓的來 抱抱的離開 真的好幸福喔 哪有有些地方要去 就陪他去 一下之後呢 就要回飯店休息 然後我要繼續 忙我的事情了 好 我們就 先去跑一下行程 那是時間 那是時間 不需要 更多 言語 第三天啦 剛剛在飯店裡面吃完早餐之後 弄一弄 現在11點多 20 退房了 然後呢 我要去吃 午餐 有一間咖啡廳 它有一些 比較閒時的餐點 然後重點是它有千層 我好想吃千層 我好喜歡吃千層喔 它有個很特別的口味 是泰奶 就是泰式奶茶 但我不覺得你要吃不吃得到 希望我可以吃得到 應該還有 吧 哪有說 這裡距離那邊 開車五分鐘吧 出發出發 吃千層 吃千層 千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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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千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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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已經在店裡了 然後 剛剛人越來越多了 這裡的話 如果你要騎車來比較方便 比較好停車 如果你是開車的話 就沒有那麼好停車了 然後我剛剛去看甜點櫃 沒有太難千層了 但是你有看到我想吃的口味 就是金萱茶 我覺得金萱茶 聽起來就很好吃的感覺 好 然後我們點了兩個輕食 一個套餐 一個蛋餅 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吃了什麼 好 好吃嗎 天啊 一口就已經少掉三分之一了 好吃嗎 你吃的是野菇的 青草野菇 等一下我想吃一口 吃了差不多 吃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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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吃了很多 這次我們在吃兩倍 都是霸貌的 這次我會吃的 有一點 我會跟人家人 吃得到 吃得了 我會想要點心 我自己吃 慢慢吃 還好還有一個 我自己吃 慢慢吃 我們先是已經吃完 接下來吃甜點 我總共點了三個千層 來看一下 到底有什麼 然後後來剛剛有一些缺的千層 他們有在進了 所以呢 等一下就看一下我們到底要吃什麼千層 我要先來吃這一個 海奶千層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你看那個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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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do you feel 如何 試試 欸很棒欸 接下來來吃金萱茶口味 我的 金萱金萱 它有點像抹茶的顏色 金萱茶 喔這個是比較清爽感的 欸茶香很濃欸 很濃度欸 上面那個醬 有沒有看到 這個茶香很讚欸 但是啊 吃久了還是會有點比較膩的感覺 畢竟這些是甜食 所以你就可以搭配一個無糖的 飲料來喝 像我在喝拿鐵 就覺得很不錯 那我現在要來吃金萱茶口味的 你先看吧 你把醬都沾到盤子上去 如何 茶香有沒有 嗯 我比較喜歡吃金萱生桃魚泰 你喜歡金萱生桃魚泰 我知道啊 因為金萱茶就是一個很清爽的口感啊 甜食下肚之後 飽肚感整個大大的提升 我現在要來吃最後一個口味 芝麻的 大理石芝麻 Oh my god 這芝麻超濃 我覺得你會喜歡 這芝麻超濃 剛剛他吃了芝麻千層沒有跟我說 他覺得很好吃 你再表演一次 你再吃一次 可是你真的覺得好吃啊 你今天也太平淡了吧 他剛剛整個是這樣喔 眼睛原本這樣 然後突然叮 有這種感覺 我居然沒拍到 太可惜了 好啦好啦芝麻也很好吃 然後眼睛是你用眼的邊 我覺得一定會很假 這太浮誇了 這太浮誇了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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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離開咖啡廳了 因為我不知道去哪裡 然後男友就說 帶我去漂亮的地方 但他不告訴我在哪裡 我把墨鏡帶起來喔 我相機的螢幕就會變全黑 就是直接被濾掉 什麼都看不到 欸我真的覺得 Sony TV 1 真的拿起來拍vlog 真的很方便 又輕巧 啊被樹擋住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橋 男友想要帶我來拍這個橋 可是現在的天空啊 就是灰灰髒髒的 而且 沒有什麼雲 覺得拍起來很可惜 就 不想拍了 就那一座 遠遠的橋 有沒有看到 耶 我們下車了 猜猜我來到哪裡 其實這裡我已經來過了啦 就是很久以前 就是 學生的時候 跑來台中玩 就已經來過了 就是 彩虹眷村 對 謝謝 我們的 Omocan 之前來的時候啊 之前來的時候啊 啊 有 是 跟男友 在一起之前 然後那時候是一群朋友來 跟我印象中的 彩虹眷村長得不太一樣 六先生 這裡超適合測試這一台耶 因為它有一個功能就是 就算到比較暗的地方 它還是會偵測臉部 然後讓臉比較亮 就不會說 譬如說 從很亮的地方 然後走到 變很暗的地方 臉就暗掉了 走不到 你戴墨鏡 你把墨鏡拿下來 我等一下呢 會走入樹蔭底下 就看一下說 我的臉 是不是還是維持很亮的狀態 我們要進入到 樹蔭了 你看我的臉 還是 喔 嗯 我覺得可以耶 好我要去尋找男友了 男友消失 男友消失 人勒 男友勒 喔在這在這在這 你想買什麼 你要買什麼 你要買冰淇淋 你要買冰淇淋 彩虹冰棒 你吃給我看 我只要舔一口就好了 好 是彩虹冰 你怎麼不讓我拍一下再吃啊 是彩虹冰 好吃嗎 百香果上面 上面百香果 好冰 好冰 我也有彩虹冰 我也有彩虹冰 我也有 欸他吃起來超像那個 一隻棒棒的那種 冰沙的 對對對那種味道 那種分兩節轉開的那種 所以他每一層每一個顏色的味道不一樣 拍照的男友 看一下 欸角度稍微 稍微取一下 你看我幫你拍的角度差多少 明明就不如 我們現在到高鐵了 好涼啊 好涼 現在才四點出頭耶 我五點半的出 哈哈哈哈 現在來高鐵站陪你哪有吃一個 真鮮 因為他 晚一點也要去教課 我就要回去了 等一下是不是會下雨啊 嗯 是說我真的好久沒有在 就是天還亮的時候回台北 你說是吧 先生 對吧 是 我都待到很晚 是 我們要分開一個 是 趕回去 你趕我久 我的人就要去搭高鐵 那這一次三天兩夜的台中Vlog 就差不多告一個段落啦 那如果還想看到更多新一美妝開箱 直播旅遊 傳達分享的話 記得去追蹤我的 Instagram跟Favor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這支影片按個讚 然後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點上來這個圈圈 還有開啟小鈴鐺 以及全部通知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